参加女子71公斤级A组比赛的一共有9位选手 张旺利的报名成绩最高 与她最为接近的 是只有不到20岁的埃及小将萨拉 这个级别不是奥运级别 也是中国队此次试锦赛参加的唯一一个非奥级别 就是为了给还没有完成级别转换的张旺利 一次大赛磨练的机会 张旺利也果然不负众望 第一次试锦就完成了全场最高的开把重量108公斤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试锦赛 动作感觉稍微有些紧 第二把和第三把就完全放开了 重量也一次比一次大 但是动作完成的一次比一次顺畅 最终抓起了115公斤 先拿下了抓举金牌 萨拉以111公斤收获铜牌 接下来的挺举是张旺利的强项 他举的也是霸气十足 开把挺起140公斤之后 场上的对手只剩下了萨拉一个 萨拉第二把完成了141公斤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张旺利没有任何先保挺举金牌的意思 直接将杠宁加到了148公斤 新的世界纪录 它是加了145 是我要直接加148的 你自己要 为什么 因为147是纪录 所以我就想破了纪录 因为下一次我就打76了 可能就没有机会打71了 就我想发挥一下 148公斤 翻站 玉墩 上挺 支撑 整个动作一气合成 新的挺举世界纪录 同时创造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 如此霸气的试举也让萨拉望而却步 干脆放弃了最后一次试举 但张旺利还不算完 直接又将杠铃加到了152公斤 在全场观众的诸威声中 张旺利再次改写了该级别 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267公斤的总成绩 领先第二名萨拉15公斤之多 我觉得挺放松的 就是看了那个成绩以后 我就放开了举 就把自己训练水平发过出来就好了 但是结果真的超水平发过来 就得应 在比赛当中去检验我们训练这种成果 所以说他今天的目的都达到了 几个目的 资格赛的积分 然后呢也得到了锻炼 然后呢也速率信心 更重要一点 我们也为他将来备战这个奥运会 20年奥运会的话 打下一个坚实的一个基础 虽然不是奥运级别 但是张旺利在比赛当中 表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和十足的霸气 这也为他下一步升级别参赛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中表现出的这种 勇于挑战自我的勇气 是每一位能源都应该具备的 央视记者 阿什哈巴德报道